黄晓明特别主演,刘浩然,统丽娅特别主演,张惠文等实力演员联媒主演的古装传奇巨制,狼牙绑之风起长林,昨晚在北京卫视,东方卫视周波剧场完美收官,今晚北京卫视的黄金档也将上演大结局,历经风雨的金陵城终归于平静,萧平静刘浩然是,以长林之名请王平定内乱后,选择远离朝堂,城外平静临溪张惠文是,再次相遇。 二人约定携手共度此生,Strong大结局在线回忆杀平静灵溪甜蜜相拥,Strong昨晚的聚集中,徐安如乔欣是跳下城楼结束了生命,潜入皇宫的平静,飞斩,张博士趁机把小皇帝胡心叙事救出,萧原喜吴浩尘是文后勃然大怒,但还留有最后一层防备,平静一行人刚到金陵歌坊就暴露行踪,只得辗转长林王府,却又被重重包围, 此时平静想起书房有条密道,可借此摆脱困境,飞斩让平静先护送原石,从密道逃出,自己留下掩护,一番恶战之后,飞斩被人起重伤,落为人质,原起率人从密室追出,已不见平静,原石行踪,而当消人起脱口而出一具梅长苏时,瞬间勾起无数回忆, 原来眼前荒废的院落便是当年的苏宅,平静护送原石逃生的密道,是当年梅长苏与萧景掩护相往来的通道,长林王府就是当年的近王府,种种关联,让网友感慨万千, 大结局的另一波回忆杀来自大殿之上平静和原起的决战,当消原起最后使出一招绝杀时,平静因老阁主相邓的手环护身得以脱险,此手环便是当年林叔佩戴的赤燕手环,一时间林叔哥哥表叔公护右等,在弹幕刷屏,网友笑言,都大结局了还为我们吃玻璃渣,剧情的最后,叛乱平息,皇城恢复安宁,平静遵从内心离开心灵, 在城外与等待他的灵溪相遇,两人甜蜜相拥,约定此生相守,再不分离,为期待已久的观众们送上完满结局, Strong长林风骨永存群像大戏被赞成一支作,Strong狼牙榜之风起长林,以长林王府的兴衰为故事主线,展现以萧亭生,萧平张,萧平静父子, 三人为代表的长林男儿的家国情怀与忠义风骨,整部剧塑造了众多鲜活丰满的人物,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群像大戏,气看剧中人物,老王爷萧亭生虽厉惊坎坷,但一声赤诚, 上席赤燕之魂下传长林之责,为国宝敬安民,为家言传身教, 长林世子萧平张完美全是长林风骨的成席和延续,并不仅仅是在血脉之间, 既有萧永善战的豪情,也有戏之入微的柔情,舍身就地,为国捐躯, 无一步彰显他超俗的人格魅力,萧平静从飞扬跳脱的长林二公子到赵令秦王的长林王, 经历众多变故仍心怀家国,最终再次成就长林之名, 父子三人身上所体现的长林风骨感染众多观众,热血中意的故事更让人动容, 风起长林除了深入刻画正面人物之外,对于反派角色的描绘也独具降薪, 一度被称为反派梅长苏的蒲羊英,蠢哭观众的巡视兄妹, 后期谋反篡位的萧元启等等,这些人虽在剧情进展中使观众一份甜鹰, 但又在各次领和饭时,让观众有些不舍,蒲羊英童年遭遇使性格偏执, 寻白水一心为国担中间满分,寻皇后护子心切至双眼蒙蔽, 萧元启经历丧母之痛后,钟南抵一